陸古香河雅村的居民 長期使用山泉水 十分不便 因近期看旱期 将近快两个月没下雨 而河雅村虽然有增设简历自来水 但是没有自来水源头 每年都有这样的情形发生 让当地的民众十分困扰 日前议员许树霞以及县府建设处科长 陸古香公所 河雅村长 民众等 到陸古香河雅村再次会堪 今天会堪的重点是 确认最终设置地点 主要是解决第五六七站的用地取得 增设自来水设置与加压站的用地 最主要是要解决第五站第六站 及第七站用地取得的部分 有关第五站的部分是土地所有权 跟现场的一个位置 那希望土地所有权能够提供公益的设施 来让这个用地取得方便 那第六站主要因为涉及到国产业局的土地 所以在未入地的部分 先来踏勘虚用的面积 以及要登陆分割的方式 那也邀请相关单位来配合 那第七站的部分 我们主要是考量到替选的方案 为了考虑到这个加压 以及设置上村民的这些疑虑 所以我们今天再前往第七站 去做一个踏勘 议员许素贺感谢南投县政府的帮忙 以及立法委员许舒华向中央提拨 一亿两千多万的经费 让当地的民众未来可以使用到干净的自来水 议员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立法委员 许舒华以及我们的管政府 因为我们许立委帮我们争取了一亿两千万 那在这中间也非常感谢 我们南投县政府今天非常有魄力 那一路的那个研讨会开了很多变 不管说我们土地取得 还是说现场的这种会刊 特地都是我们风云穿舍的行情最关心的 所以在这里也议员议员 也感谢我们这个在地的这些地主 管理补厂提供我们的自来水公司来设置 那也希望说我们在施作的一个过程当中 大家也能注意到交通上的一个安全 比如说我们如果开车到这些地方 也希望说大家放慢我们的开车的一个速度 河雅村增设自来水有分为七个站 当地民众已陆续提供土地 让自来水公司设置 这也代表河雅村的当地民众 是有相当大的团结力 一掌和身风 期盼自来水工程尽快完成 解决民众用水的问题 让当地民众有干净又无污染的水可以使用 民意新闻庄民线 陆股采访报道